音律无情第一,二合起,2018年7月妙音护生图书馆音刊,上官玉花原著第八十一页,判官严肃地回答说,杨坚已放出超负荷邪气,感恩祝福的加持,差点今天就写不成文章,这几天有很多障碍来阻挡阿玉去地狱,真是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先是电脑出问题打不出字,之后又有废人。 趁我睡时,大事干扰来消耗我的元气,此时的阿玉已开始感觉,有点发烧头痛,相当疲累。 今早已是属于感冒的状态了,我每次感冒,如果经经念咒的话,最少要七天才会好,不然就要,拖到半个月才会好。 刚才我用念力告诉自己,今天一定不会病倒。 地狱一定要去,文章一定要写,相信自己,一定可以的。 于是坐下来,开始念孔雀证,大概过了三十分钟后。 烧退的,没有流鼻水,喉咙开始没那么痛了,头也不疼了,感冒已经开始好转。 无限感恩,恐惧冥王的加持,及十方诸佛的加持。 阿玉一定要尽力,做好这份神圣的工作。 白报答福恩,不然愧对诸佛的加倍。 成白莲花出发,判官阿弥陀佛。 今天,判官带我去参观洗淫地狱的其中一个地狱,叫阴魂剑花地狱。 阿玉说,请问判官,何谓阴魂剑花地狱? 判官严肃地回答说,这个地狱是众生的阳寿未尽。 在阳间,沉迷手淫,携淫。 男的每天或经常故意更换,不同女性的性伴侣。 还洋洋自得,女的每天或经常故意更换男性的性伴侣,还自以为很了不起。 此类犯邪淫界,沉迷邪淫的众生,严重地破坏了天地阴阳正气的平衡。 因为每次行淫时,众生的思想会发放出很多邪淫欲望之气,此等邪气,会吸引鬼类或精灵等等的到来。 暗中会伤损了行淫的人,却不自觉,当此类邪气太多太盛,而形成了一股极度庞大势力的时候,人间必会出现无数的各种灾难来做抵消平衡。 人类严重破坏了宇宙间的自然法则,阳间阴无法律可以制裁有些西方国家的法律。 更是赞同同居和法画等等,此等法律的制定人,要受到无量无边的,地狱果报要等到此法律在阳间完全撤销后。 制定人才可以了结地狱的业果,正所谓菩萨未因,反复未果。 我们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,都要合乎因果小心。 不要因一时的疏忽,而招致后世的恶报。 冥王说,我看见阳间,已经放出超负荷的邪气,而且有很多,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,所做出来的恶业。 我冥王于是在地狱中,加建了更多更新的地狱,来惩罚此类,暂为寿终之饭借洋人,希望能借此抓洋人的生魂,入地狱来受惩罚。 而警惕是人,消去他们的罪业,一来可以缩短他们寿终后,进入地狱所受刑罚的时间。 阿语说,谢谢判官,详细的解书又学到了很多东西,真是谢谢判官了。 当我到达阴魂剑花地狱时,见到此地狱也非常宽大。 原来里面有很多小孩子,特别是西方国家的,也一起在兽型,实在太多了。 像英国,美国,法国,中国也有,总之不同国籍的人种几乎都看得到。 就在这时,我看见很多男孩子的灵体,被鬼柴拖出去,被一种铁花式的刑具。 鲜血直涌而出,看得好让人惊惊动魄。 女的就用铁花式的,烧到通红白热的气局。 统计女魂的下体痛得她们,在地上翻滚,嚎啕大哭。 这里太多犯人哭叫声震天,我听到非常不舒服。 看不到一会儿,便立刻退出去了,心里实在很不好受。 若不是为了要劝导世人,阿宇是绝对不想来这里的呀。 在阳间受此刑罚的众生,他们的感觉是好像在发伤。 躺在床上,迷迷糊糊的昏水,因身上的三魂给抓去地狱中了。 所以,这一类的人,亦无法正常生活。 有些人会以为自己正在做噩梦,但比做噩梦。 还要辛苦,大部分的人是能够感受到那种肉体上的痛苦。 特别是下身的剧痛,有强大刺痛且难受的感觉。 也有少部分的人,当受完地狱刑罚后,会被肉体的痛处,警觉从而,改过自信。 判官说,地狱府的阴望,很重视此类收获的大问题。 兽刑是为了能阻止不良风气,急剧扩散所带来阳间的严重灾难。 阿宇想再请问判官,怎么好像这类邪淫地狱的刑罚,都十分现代化,又有电脑刑具,放光冰镜等等东西呢? 判官说,地狱就是人间的倒影,人间的众生只要生产一些饭计的。 现代化东西,地狱也马上会加进一样的刑具,来惩罚此类的众生。 现在阳间的美容术,是多么的先进,只需花些金钱,就随时可以全身。 改头换面无人知晓,在阳间可能会被蒙骗逃脱。 但在音律来说,别说改头换面了。 就算是已经投胎,赚了好几室的人,我明王也可以立刻把你找出来,押回正法的。 阿宇,你回去以后,要好好地告诫阳间的众生。 必须要奉公守法,孝顺父母,遵行,忍义礼之信。 不要说这是古旧的陈枪烂调,须知这是用来。 平衡天地正常运化的法则,谁不遵行,谁就要被自然淘汰,即因果的处罚。 好了,今天到此为止,你先回去下次再来吧。 阿宇顶礼拜别判官。